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法南 我上期跟各位讲了一个老哥 他到墨西哥自家游三周 神秘独特的体验 那体验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离美国很近离天堂很远 墨西哥这个家社会之气太乱了 没讲完 我接着跟你讲他传奇经历 因为我差一点去墨西哥开着车过去 要不是有人强力阻止我那次冒险 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 墨西哥这个国家太独特了 他说他在墨西哥这个坎昆望好酒店 遇到几个德国人 德国人说中国人 中国人 听说我在墨西哥自己驾车友 这几个德国人说哇你太厉害了 竖起大拇指 然后说句德语 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人胆真肥 为什么呀 因为在欧洲人的眼里啊 墨西哥太可怕了 欧洲人很有冒险精神的 尤其德国人冒险精神很强 愿意徒步旅行 你在墨西哥你给我游一个 那些德国人告诉他说 墨西哥最可恶的是黑帮 敲诈流氓 比黑帮和敲诈的流氓更可恶的是 警察 墨西哥的警察 专门敲诈外国游客 欧美人很喜欢墨西哥 但是大多数欧美人到了这个墨西哥以后 住进大城市 住在大酒店 在酒店里不出去 最多是在酒店劈出来的专门的海边 晒晒太阳 看看书 仅此而已 你开车 你到墨西哥边境 你进入墨西哥腹地 你到那个城乡结合部 你深入民间事实 德国人绝不去 为什么 怕死啊 不死 不死弄个半残 敲诈你 受不了 就外国游客来说 墨西哥的危险不是传说 是真实的 是拿命换来的 这个作者 他是有很深入观察的 这篇文章引起我注意呢 除了他讲自己 赐加油的一些体验之外 他说我发现数据 什么数据呢 就是说劳动者占GDP的比例 这个数据很重要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 2016年的时候 绝大多数国家劳动报酬 占GDP的比例都50%左右 美国是多少 美国是53 日本是50 瑞士高达59% 就是说 劳动者的报酬 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 这个数字 你什么感觉 哎 这个事情很值得 认真来考虑一下 墨西哥很低 低到多少 墨西哥只占26.7% 还要低 最低的 这个数字很重要 劳动者的报酬 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 他认为 这就解释了 虽然墨西哥 人均GDP 看起来还不错 一直在7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徘徊 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社会秩序这么乱 为什么老百姓那么艰难 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 为什么贫穿 为什么贫穿 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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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这个问题隐身了 我们从旅游的那种 刺激 画面描述 进入到问题 实质的探讨 墨西哥的钱哪儿去了 劳动者爆出这么低 钱哪儿去了 有一本书叫 世界是平的在中国也很热销吧 作者叫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老兄还经常写东西 我讲过多少次他的东西 纽约时报 当然作家 王盘记者 这位老兄啊 假装理性 其实一脑的偏见 他最近还有一篇文章 谈到中美矛盾 所谓浅层产品 深层产品的矛盾 什么意思 这有意思了 过去40年和前30年 今年别忘了 202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5周年啊 这是个重要时间节点啊 在弗里德曼先生看来 中国的商品卖给美国 都是浅层产品 浅层产品 什么叫浅层产品啊 你身上穿的T恤 桌上杯子 脚上的鞋 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摆 扭扣 电池 袜子 牛仔裤 你做这个东西 中国做的又便宜又好 大批量的 多好啊 美国人袜子都不洗的 穿完就扔的 中国提供的浅层产品 但是 最近十年 中国变得不安分了 中国人很不老实 中国人很坏 中国人开始向美国输出 深层产品 什么叫深层产品 中国居然有卖软件了 中国居然搞品牌了 中国居然搞武器了 中国居然搞大疆无人机了 中国居然出售生活方式了 于是美国 又大咧咧变得敏感神经起来了 掏出枪来对着中国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 感谢弗里德巴先生深层产品和浅层产品的描述 这位作者说如果不去墨西哥 你很难理解 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这么焦虑 认为中国不安分 认为中国人很坏 美国人焦虑从哪来 美国人对中国的焦虑从哪来 为什么对墨西哥就不焦虑 因为墨西哥的整个国家的深层产品 都被美国人控制了 超额利润都计算在墨西哥的GDP之内 钱流入了美国资本家的腰包 明白没有啊 GDP计算还挺好看呀 人均一万五千美元的不好看吗 但老百姓穷成什么样 钱呢 钱让美国人赚了 墨西哥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数字还真恶样呢 但是呢里面的钱利润都被美国人 以深层产品对这个国家实行控制的方式 全部拿走了 数据看上去是不错 老百姓没得什么好啊 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呀 那深层产品体现在哪啊 第一叫金融 第二叫品牌 第三叫科技 好按照顺序 金融品牌科技 咱们就说说这个墨西哥啊 这位作者说墨西哥做了一次长途大巴 那从那瓜纳华托到墨西哥城 网上他选择了墨西哥的一个软件 相当于墨西哥的支付宝吧 这样呢可避免再次系统信用卡的密码 当时车票是600比锁 相当于30美元 车票30美元 这个软件的创始人是大名鼎鼎的老板 谁啊 马斯克 他说他对马斯克这额外手续费啊 深恶痛绝 他记得那时候收款的最高费率是多少 是3.9% 到4.9% 你买100块钱的东西呢 3.9%到4.9%就都给人家 当时你那个规模没做大 你吃钱多点多点了 但是没想到做的规模大了之后 收钱更多了 变本加厉 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老板垄断了你了 美国老板垄断你了 叫你交钱 有本事你不用啊 我垄断你 你不用 你有本事不用 哎 这是中国之外最大的国际支付平台 人家就这规矩 墨西哥完全在人家垄断之下 美国的这个官方的汇率是4.4% 如果转出30美元 收款人收到28.19美元 手续费USDollar1.81啊 墨西哥人卖掉一张30美元的车票 就要向美国人供下1.8美元 而辛辛苦苦开长途车 一辆车票的净利润有没有1.8美元 这个例子太生动了吧 钱让美国人赚走了 我说句题外话 在这说啊 中国有国有企业 中国有民营企业 两个不动摇 都要坚定支持 但是有一个情况 这个我找时间 我跟您单讲 我们有一些表面上的民营企业 实际上背后是跨国资本 跨国资本控制了中国某些表面上的民营企业 实际上敲骨膝髓 内部已经全部掌控了 所以跨国的买办资本 假以民营企业的名义 在中国攻城掠地 对外国资本 那只要对中国人民有利 我们改革开放 深度改革开放 二十大刚刚开完啊 我们的政策是进一步 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在规则机制标准方面 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但是那也是有前提的 什么前提 人民执行为新的前提 说到底对中国人民有利 对老百姓有利 对国家长期发展有利的标准 墨西哥这个玩法就不行啊 墨西哥的支付宝没有 只能用美国的支付宝 美国的支付宝 就是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最牛的这个软件 就是收这么高的手续费 这不是全世界给他打工吗 对啊 金融窍去豪夺啊 因为你存在一笔固定费用0.49美元 所以就导致交易额越低费率越高 知道吧 30美元实际手续费是1.81 就是30块钱的1.81 多少 那就6%了 对不对 6%什么概念 6%的概念就是说 你的小本生意 你能不能赚净利6%啊 你没有这么高 你就赔本赚吆喝 但问题是 墨西哥的这个小商人 你能不用人家的支付手段吗 人家这个软件 美国的软件 垄断了墨西哥的所有的网络支付市场 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就是天打其客 这么高的手续费 你忍不忍 你得忍吧 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美国人在墨西哥收钱 天惊而地义啊 所以 幸运啊 这种气我们中国人可以不用人 不受 在中国 我们有微信 我们有支付宝 他们俩相互竞争 零售业的手续费 中国多少 0.38万 没记错吧 0.38 商家收100块钱 只要支付0.38元手续费 普通的行业 餐饮呢 休闲 娱乐 商业手续费一般在0.6%左右 这样的费率值相当于美国人家支付软件十分之一 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个感觉吧 所以金融被人家垄断了 什么感觉 就是这样的 你除了网络支付 墨西哥的信用卡 也是美国的天下 美国的Visa 美国的Master 全部都统治了 美国四家最大的信用卡平台 前三家平均费率是1.7%到1.9% 最高的3% 美国信用卡有本事你不用 墨西哥你自己没有吧 那只能这样 有些经常出国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啊 对吧 用美国的支付系统 那你就得收人拐啊 对美国来说 手续费再高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它成为美国国内循环的一部分啊 对其他国家来说 是什么呀 这么高的手续费 相当于墨西哥全民给美国金融资本家打工 所以帝国主义 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 变成了今天的新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 就是金融帝国主义 说完金融 咱再说品牌 墨西哥的人口比日本多 世界排名第十 但是你提起墨西哥品牌 你想想 我是想不起来墨西哥什么品牌 墨西哥品牌 我不知道 您能知道您告诉我 您留言告诉我 大多数人反正脑子变空白 因为墨西哥市场 完全是美国品牌的天下 最典型的例子 美国在墨西哥最牛的品牌 是可口可乐 一句话概括 在墨西哥可口可乐 就是合法的鸦片 当年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 引起鸦片战争 火门硝烟 如今美国人向墨西哥卖可乐 墨西哥人膜拜 不敢说半个不字 脑子里都没想过 No 想不起来 独占美国市场的可口可乐广告 到处都有啊 你开车走到墨西哥乡下 最深的体会 就是当地集装箱卡车少 路边的广告也少 唯独可口可乐的广告 无孔不入墨西哥城乡 到处都是不喝水 只喝可乐 那晚上据说有饮呢 老喝上饮了 不喝水 只喝可乐 所以胖子遍地都是 病态肥胖啊 所以墨西哥是一个可口可乐中毒的国家 你根据可口可乐公开的数据 墨西哥人均可乐消费世界第一 相当于墨西哥人一年要喝728个标准杯 每天都要喝可乐 相当于第三名的美国 美国人自个儿才喝403杯啊 墨西哥是美国人消费可乐的两杯 穷啊 那么穷啊 天天喝可乐 查中文资料 2017年 太古饮料在中国执行董事曾经提到 说他在墨西哥市场调查 发现墨西哥市场啊 可口可乐人均消费量是700标准杯 中国多少 幸运呢 中国47标准杯 墨西哥的人均消费量是中国的15倍 我在这还加句话 那碳酸饮料根本就没有必要喝 小孩子尤其不要喝 但墨西哥上瘾了 不喝不行了 你不喝老百姓都不干了 知道吧 品牌啊 完全把你占领了 2008年的数据就是当时墨西哥的那个肥胖 胖子呀 肥胖率是大国当中最高的 最胖的应该是最发达的国家 不是 美国没那么胖 墨西哥33%的人严重肥胖 71%的人肥胖 原因是什么呀 可口可乐 罪孽深重 但是墨西哥人摆脱得了吗 摆脱不了啊 对吧 墨西哥15%的卫生预算 用来干嘛 用来治疗肥胖 和肥胖相关的疾病 10%的墨西哥人患有糖尿病 10%的人糖尿病 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是最高的 糖尿病在墨西哥是第二死亡原因 每年光糖尿病在墨西哥死8万人 远远超过呢 这个国家当年最大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墨西哥人GDP水平不低 钱都叫美国人赚走了 美国人用金融的方式 用品牌的方式 用输入毒药式的饮料 可口可乐的方式 让这些人呢 上瘾 喝可口可乐 肥胖 糖尿病 死人 这国家怎么这样 就这样 你离着美国进啊 好了 关于墨西哥的故事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 下次我再接着跟你说 更深的一些原因和内容 感谢收看 再见